两名蝙蝠园警出现在巷道内巡逻迁道 因为有民众日前贴文 这里曾经出现六鸟侠吓坏女学生 一位家长在三月贴文反映 家中孩子在金融医院对面的暗像 遇到一位六鸟侠 提醒周边的学生要注意 而受到惊吓学生还不止一位 金融市议员何淑萍 办理新二路一带监视器会刊 邀集了礼办公处和辖区派出所会刊 针对照明设备和监视器问题 进行演绎改善 在这个金融人的一个群组里面 有一个受害女学生的家长有呼吁 就是说她女儿上个礼拜 在这个鼠机对面的巷子里面 遇到了变态 那也请警方正视这个问题 之前有民众到何淑萍服务处来建议 就是鼠机对面的巷子里面 有比较有阴暗的地方 那何淑萍服务处办理会堪 邀请相关单位 我们请公用客 针对这个路灯 这个更换瓦数比较大的一个灯泡 那第二个请警察局 在主要路口设置监视器 那第三个请警方在新二路247项 增设巡逻箱 加强巡逻的密度 避免治安的死角 不过警察局强调 目前尚未接过民众报案 有关报载 本所辖区 布立基隆医院对面向内有 肉鸟匣及活存功能情势 警察本所近年来均会有相关110专线 或者是民众报案记录 然会确保民众安心 本所已立即将巷口的巡逻箱 移置向内 也将持续加强周遭治安维护 若有发现不法情势 必将严查就办 警察局表示 附近主要道路都有监视器 对于往来车辆和人员 都有监视的效果 会再加强巡逻的密度 也会进行侦办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